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甲乱料理小鹿夜宿门事件,又牵扯进一位实力派男歌手。 不知道大家平时玩微博有没有关注各类吐槽博主,什么北美吐槽军,神奇的吐槽军等等。 最快到年底的评论里,见得最多那一句话,就是不到年末最后一刻,永远不知道谁会拿MVP作为娱乐圈最底层的吃瓜群众小编,也是深有体会啊。 在2017年年末的时候,甲买料和李小鹿,以及PG1三人,就向我们吃瓜神众投来一击重磅炸弹,李小鹿夜宿PG1,甲,李小鹿一次出轨,甲买料一次倍率,等各种各样的标题迅速霸占了我们的屏幕。 这都是多天的热度,你就不解,网友还在各种讨论各种吃瓜,尽管PG1在第一时间,就发出过所谓的声明,但网友们并不打算买账。 毕竟从动图和视频里,各种玩手来看说,只是执行好朋友,确实有些说不过去,随后李小鹿和甲买料也发布了声明,但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作用,就连两人的共同好友马苏都被牵连接了这件事。 主动塞截图跟网友们解释当晚情况,事情发展成这样,其实已经不是几句话几张截图就能解决的了,网友们也并没有因此就消停了。 反而越演越烈,直到甲买料发出了一片很长的声明,看完这边长长的声,民网友们已经开始纷飞心疼甲买料了,这里行间看出,甲买料真的很爱李小鹿,也很看重自己的家庭,满满都是无奈。 但是小鹿仔细一看,发现这事真没这么简单,除了三位当事人,还有三人的共同好友马苏,最近好像又有一位男歌手被牵扯进了这件事。 没错,就是这首最近点唱率超高的《火火》这首歌的原唱情歌王子张信哲,不过这个马苏,那主动参与不同,这完全就是人在家装作,孤从天上来。 传说中的躺枪啊,不知道张信哲先生看了自己的经典歌曲以这种形式刷爆网络,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?都没有人考虑过我们爱哲的心情。 说到这里,小鹿真的很想问问,张信哲先生,您到底是个什么特殊体质啊? 这已经不是张信哲第一次被牵扯进这类事情里了。 之前,闹得被费洋洋的马伊利文章,出轨门事件的时候,马伊利曾爆出过一句金句,且心且珍惜,被网友们运用到了各式各类的语句中,都成网络流行语了。 然而张信哲本人怕是笑不出来,没想到歌词红遍网络竟然是因为这个。 要小鹿说呢,张信哲先生,你也不要太介意这件事,毕竟这件事你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啊,要不是你的歌那么经典,传唱度那么高,大家也不会这么容易联想到了,说到底这可能是当家对张信哲的另一种喜爱方式。 像用一首歌来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溢入脑海的第一首歌,竟然是张信哲的歌,对于歌手来说是件多开心的事情啊。 所以就拜托张信哲先生了,不要被网友的另类喜爱给吓到,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听的歌曲,给大家的喜脑更上一个层次,也多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,继续接受大家的喜爱。